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占据对方三个人的防守资源 然后突然把球分出来 抢到了第一落点 球蹭向了球门的方向 但是并没有形成实质的攻门 这个球被顾超给没收了 现在还有转回走的石可 这些球员都是同一年代 这个球是个空门 江苏苏宁一够的防守出现了一个问题 出现了一个纰漏 出击两个手面跟同伴没有不同 这个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反而是上海粒粒生花获得机会更多 其实这不应该是一个机会 你看 投球往前一顶 这个球更多的责任应该在鼓抽 这下投球门来自无锡 所以战术配合 再船进来 抢到了落点 但是被对手贴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 做这个甩头的动作 但是比赛今天打的节奏不是特别快 双方都国外的谨慎 进去还得比较远射 质量还不错 来自莫雷诺 非常的连贯 球卸下来之后 马上就白腿封门 这球打的球速非常快 钻向了圆角 但是门将的移动也很迅速 但是两个中卫搭了一个纵深的 他们俩直接相继大概5秒 但是能看到苏雷诺 现在很多球能够输送打到 你看这球 莫雷诺你看这就是我们所踏的位置 哇 上海立地生滑在很被动的局面底下 由莫雷诺打进了一个球 这个就是个人能力 这真没办法 但是好像 好像看莫雷诺的表情有问题 这个进车 正场的过定的长船 这个船人对这个 身高必长腿长的队员是 占不容易的 哈莱塔虽然是曾经的意大利国脚 防他也费劲呢 哈哈哈哈 咬那屎子还都有动作 都有动作 对 还是 预计生辉的球迷 对 哎呦 不行 马尔奇吹哨了 这样在2019年度的中超联赛 第14轮的较量当中 这是一场长三角得比 上海绿地生滑 已经九人联赛 没有赢球的上海绿地生滑 在客场是击败了江苏 苏宁 这个快乐 这个快乐 五学